打到1了 我可以有做一次偵查 知道他什麼狀況 有螳螂跟領若互打 兩個有寶寶的互打 打了一個平手 檯面非常爛 不需要做任何購物 直接升級 然後開了 那…咪咪一定會贏 因為咪咪這回合升級 他場面四隻怪按技能 領若要打贏他實在太困難了 所以 猜咪咪 異升四星 所以異又輸了 這一把可以全部都猜異輸了 因為他升四星太毒了 他升四星假設待會沒拿到小丑或十隻 根本不用打 就算有拿到 我覺得也太弱了 因為… 他怪的數量太少了 對手都七隻怪 他兩隻怪 欸?! 咪咪怎麼可能會輸啊? 咪咪買一隻怪 四隻怪開技能欸 這個咪咪在給我搞啊 我這邊拿一個這個報復社會的單卡 再拿一張卡德加 3-3你會不會順便拿下來啊? 還是存著錢吧?存著錢升級吧 異超弱了 不用想了 那個白眼三合一 一次 大家科技目前都正常 沒有什麼異常的部分 所以現在… 基本上只要看勝敗關係 感謝A力! 黑力! 再加一把… 咪咪直接升級 合理啊? 哇 他升4星 最後一刻 他最後一刻升4 但是… 主王之力太弱了 這一把… 其實沒有拳不開貓魚欸 所以卡德加好像是一個詐騙 卡德加合金沒有用喔 沒辦法發揮作用 拿個眼睛吧 再升一級錢不夠啊 下一回合可以升 而且海盜還被BAN 還不能飛 所以卡德加金色沒有用 白眼合兩次牌 信他一把吧 他三星科技合兩次 如果這邊又打輸 我就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那個…白眼會不會給我搞啊? 我怎麼覺得好像他要搞的感覺啊? 糟糕了 我一定被搞了 我覺得咪咪要贏了 白眼肯定要搞我 我覺得白眼根本都來亂了 他們好像平手了嘛 沒有 我三塊錢拿到 嗯…這邊可以升級 我是不是要跟寶愛眼道個歉? 我誤會人家了 道歉吧 對不起嘛 我怎麼知道? 露出那個道歉一下 麻煩請露了 繼續拆他吧 這個E好像就是來搞笑的 白眼合三次了 白眼是鬼 石頭人超弱的 石頭人可以一直拆他輸 石頭人超弱 哇塞 沒觸發到 完了 媽又提早被開 根本沒有多升到 欸這個蛋是怎樣 不死隻蛋捏 里諾最強 全部拆他贏 然後石頭人全部拆他輸 有人變野怪了 轉野獸是不是在… 是…是個陷阱啊? 石費拿媽轉野獸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的 果然是有可能的 轉野獸 鐵匠賣掉了 因為對面攻擊力很高 要成長有點難 卡德加… 唉唷 弄分題 兩隻熊為什麼只加一個喔? 好像是顯示了Bug 你不是外掛啦 欸…欸…0、0、0…欸? 欸…不是外掛啦!不是啦! 欸…不是外掛啦 這只是你們也知道嘛 金剛好贏一隻 沒有啦… 這什麼東西? 我看起來像會是開外掛的人嘛 主播不是那種人啦 不是我啦 三合一一個牛哥吧 牛哥先刷刷看吧 眼睛…沒用 複製肯定要拿的 E有一個獅子 可是用不上 所以…把複製拿下來就好了 那代表牛哥沒用了 還是你會賣8-4 然後… 打四隻 除牛哥 你招募的部隊 看起來很厲害喔 石頭人超爛的吧?記得吧? 我們剛才有提到 石頭人超爛的 所以克斯溫就算很爛 也不可能比石頭人爛吧 牛哥有嘲諷 你知道 操作起來還蠻方便的 他比較好操作啦 其實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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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怪怪的喔 欸? 欸!? 欸!?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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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沒事啦!聊天室! 仗允法、仗允法 什麼外掛的我才不知道 仗允法 欸?怎麼猜錯啦? 他怎麼那麼遜啊? 他三星科技 瘋狂按技能才打輸 石頭人欸 石頭人 明明就超弱的 還是要刷吧? 刷個男爵啊、什麼的 媽三合一 媽不可能弄四隻嘛 所以… 直接把媽合起來 然後看有沒有白狼 有白狼 四隻就能扔了 非常可惜 拿個蛇 牛哥還是缺一個 好想合喔 三合一 這個鬼吧 看看呢…蹦出一個未來 白狼就可以賣四隻 漂亮 那…四隻可以賣掉 不對吧? 這回合賣四隻不好打 三分之一 哇塞 靠再再 他有金大象 哇塞 你主動觸發 厲害 哇塞 哇塞 哇!這麼強 真的可以升級金白狼嗎? 還是金鳥? 在下面刷金鳥嗎? 等一下 我還缺很多野獸欸 我這邊還要補兩隻非死生的欸 因為他那麼有死生 我根本弄不上去 嗯… 這家太弱了 直接升級 我就喬不起他 他太弱了 白眼合四次 跟鬼一樣 拆他就對了 咪咪 準備開咪咪 要… 要狗了 他臉書兩回合 他現在是墜落的 野獸有可能吃雞嗎?我…我已經很久沒看到野獸了欸 有人問鮮血寶石 愛提這個…鮮血寶石是… 靈費加1加1的法術 就是給… 野獸人專用的東西 靈費加1加1 哇 那麼帥喔 還把他盾燒掉 帥啊 燒他的盾 我還自拿一個盾 咪咪 不要跟我講 他贏了喔 他連輸兩回合 現在會贏 他肯定開冰箱再搞 沒錯 蛇可以拿 銅鬚不拿 男爵和金 也就是說 死生野獸 全部都沒用了 上面還有蛇 所以… 這個賣 先扣個金 男爵回來 然後把蛇拉下來 刷 呵呵呵 這個可以上 6 我用不了了 再一刷 6星卡來了 所以男爵上 錯率兩個6 然後開… 白狼 沒有錯 白狼 那…牆壁要留著嗎? 留著牆壁… 你應該是夠強了 應該要保守一點 把牆壁留下來 因為已經夠強了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就是…在… 近…近待… 白狼三合一 還有蛇三合一 再把牆壁賣掉 然後等等給一個東西嘲諷 給30、30嘲諷 所以等等找阿古斯 白眼跟鬼一樣 基本上現在就是全部拆白眼 可是他打的是大象欸 大象只有一張卡牆 白眼會整體都很強 所以才白眼 這個人只要大象被毒掉 就沒東西了 哇塞!45 我有看錯了嗎? 很誇張 蛇上去 對 媽就可以扔了 白眼應該拿下了 蜘蛛是不是比較沒必要啊? 因為我好像沒有蜘蛛的位置 對啊 我這邊擺蛇 嗯… 可是拿下來也不錯吧? 蜘蛛嘲諷也不錯 反正先拿 他主持來了 所以我可以嘲諷了 鳥也來了 我先稍微速刷一下 把可能會合的牌先弄出來 我先把蛇打上去吧 然後把媽賣掉 然後嘲諷30、30 我都沒看到左邊 左邊那個我連看都沒看到 超巨像啊 各位 精彩喔 聊天室 精彩喔 熊媽不要浪費錢了吧 我們就刷白狼 有六星 然後出這個 白狼 嗯… 金色狂風吧 防止他們有想要動歪腦筋的念頭 白狼三合一 金、鳥、金、白狼、金、男爵、野獸、三板斧 全部到齊! 最終… 型態野獸! 這是最終型態的野獸了吧? 欸… 給我一點面子好嗎? 最終型態 豬豬能不能… 力往狂男 蛇、蛇能不能… 刮邊球把他刮掉 直接打這個! 漂亮一隻 一百蛇 正好一百 欸…你們覺得我怎麼樣才能夠… 很… 很… 順利的把白眼帶走啊? 拿個黃 可是這樣黃要有嘲諷嘛 無面者 扣兩個蛇 出來 鳥 雙金鳥有用嗎? 好啦 隨便拿一下啦 等等能合就合嘛 白眼比較強啊 蜘蛛可以防金色狂風 可是他有…他知道我有蜘蛛 他就不會用金色狂風抓我啊 我可以合一個金鳥出來啦 我就會變得超級大 那他聚合體…只能殺… 三個怪嘛 對不對? 可以吧? 你就一堆金色的鳥 找死他 史上有史以來最大 找死他 蜘蛛還是超錢 把他拿下來 那有黃 說不定有用 就可以架黃 架黃出他 屍鬼不要 應該拆他贏 因為假設我贏就結束了 所以這邊… 合理來說是拆他贏 有史以來最大的型態 雙金鳥、金白狼、金男爵 全部都金! 嚇死他! 全部都金! 哇 他搞一個盾盾戰術 但是他這隻聚合體會死 漂亮 別打第二隻 別打牆壁 啊! 他在靠蛇了 看蛇能不能把他刮掉了 刮掉就贏了 漂亮! 130的蛇! 向你發出挑戰書! 挑戰書! 純粹大大大的藝術啊 各位! 沒有別的 就是大! 哇! 野獸三版斧 我們直接變成野獸四版斧了 雙金、鷹鵡 金白狼、金男爵 正面迎擊 獸王回歸! 這個牌留著 萬一碰到三合一 真的會吃雞了 要是我把他拉掉 就吃不了雞了 哇塞 有毒 有盾 吐了 聊天室 他作弊啊 他全家都有盾 我是打個頭 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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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沒看懂 怎麼又來了? 我...是沒看懂 為什麼? 這個難道是片尾的部分嗎?我不一啊! 我不一~~ 我真的不一~~ 憑什麼他這麼準啊? 我真的不能接受 他唯一能殺我的兩個怪 全部都是精準無誤啊 一點懸念都沒有 啪啪兩下